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珠珠金水迷你社的芽芽姐姐 你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在视频上见到我了呀 就没办法 你知道紫薇命功有陀螺 懂的人都知道 然后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从你的属相来看 你的2021年运 然后整体的话 我会这样子来说 我会把每一个属相 今年的就是大概运势都说一下 另外把你的几个 我们从神上来看 你的一马月桃花月 包括你的红卵天玺月 全部都提出来 为什么要提出这几个神上呢 因为其实 哎呀这个神上的概念 我感觉今天先不说吧 因为神上说起来就挺多了 但是这几个在平时的话 应验程度还是蛮高的 所谓的一马月呢 也就是你这个月 你可能有外出的计划呀 或者转换工作地点的机会 就如果就比如说 我今年数数的那一马月的话 2021年数数的一马月 应该是二月份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本来 就有一些变换地点的想法 或者计划 然后你就可以放在这一个月去实行 然后桃花月 我也会提出来 所谓的桃花月呢 就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说你桃花月的时候 你就一定有桃花的 不是这样子 其实很多 如果之前听过我们的课程的 小伙伴应该知道 所谓的桃花月 实际上是你在那个月 更适合展现你自己 就是你自我表现的意识和能力会更强 那么也就因此 所以你吸引到的人不管是从念爱的角度 你吸引你的意性 或者是从事业的角度 你吸引客户的能力都会变强 所以那么到了桃花月的时候 你就应该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自己 然后出去浪啊 然后做你如果是本来就是做市场销售 这样子的工作的人的话 那到桃花月 你真的也应该好好把握 你那个月的人际桃花 然后后面呢 我还会提出一个红鸾天喜月 红鸾天喜月它是 其实就是它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加油喜事 所以它很多 如果对于单身的小伙伴的话 要注意就红鸾天喜月 它往往也是正桃花出现的时候呢 所以这如果是单身的小伙伴 这两个月也要注意了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本来就计划结婚啊 或者被孕 红鸾天喜月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哦 特别特别是对于备孕的小伙伴 因为红鸾天喜这两个星星 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桃花星 还不如说它是胎星 所以的话 如果你正在备孕中 那么到了你的红鸾天喜月 就是你应该注意的月份呢 所以我会把每一个属相的 这些月份都提出来 大概这几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先讲一讲 一会儿我就直接说 比如说叔叔的 你的一马月是几月份 桃花月是几月份 然后还有红鸾天喜月是几月份 哎呀 我再给 既然是 既然是新年 就这样子给大家做播报吧 因为要不然的话 它在那里也很吵 为了本命年呢 也就是你的连柱地支 直太岁 也就是如果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过农一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蜀连 那就鼠鼠的同学 你们的连柱一定是牟子 就是子 一定是你们连柱的地支 然后今年又是庚子连 所以就重合了 所以这叫做连柱的地支支太岁 实际上在八字里面 年月日时四个柱分别代表死我们 它其实代表我们人生不同的方面 那么所谓的连柱的地支 连柱这一块呢 它其实代表的很多时候 是我们的家族 大家庭 甚至我们的国家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古代 我们是大家组织 所以这个连柱的地支 就会 大家都会比较的看重 就因为你家里面有了变化 那你一定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动 包括很多时候 你搬家呀 出国呀 这个也是因为你看年住的 所以你知道在古代 这些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 所以的话 那么在古代 我们本命年这个概念 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从现代社会来说 这个个人化的趋势 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我们从以前的大家族 只变得越来越 就大家庭逐渐的在变小 然后那么现在的话 小家庭也逐渐的 呈现那种个人化的趋势 也会比较多 所以那么现在 年住的日支 是否还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那么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看看 当然有的人会说 哎呀我本明年就是很倒霉呀 说实话 从命迷的角度 这个有的时候是一点心理暗示 就你认真的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 你12年会比较倒霉 那么每一个12年 就不管你数什么 每一个12年 你就只要碰到倒霉的事 你都会觉得 哎呀我就是人家都说了 我今年一定会倒霉的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那么所以明年马上要 值太岁的朋友们 到本命年的朋友们 流连的小朋友 也就是我自己 不要怕 那不是说本命年 你就真的 真的很不好的 那么本命年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刚才说了 本命年更多的是大家庭 然后 所以本命年很多的时候 就有一种 你要学会去承担家庭责任的 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本命年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更多的要注意父母的身体 特别就更多的偏向爸爸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有的人会说 八字的连助代表爸爸 月助代表妈妈 所以的话 就父母 特别是爸爸这一块身体方面 一定要注意 就给他们安排安排提借 现在就记载你的schedule里面 然后我们就进入 正式的进入 每一个每一个属相的来说 然后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生肖叔叔的小伙伴 今年真的 2020年真的很不容易 就本来就是本命年嘛 然后又遇到了今年 今年这个年份 真的真的很特别 不管是从八字紫围的角度 还是从西方星座的角度 西方星座之前 我们应该有做一起说过 今年就是那个土木合相 它前两百年 都在土木二十年一合相 前两百年都在土象大三角 今年它进到了水瓶座 然后连助本来就是代表的 刚刚我说的连助本来就是代表的 我们身边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那么正好这个时候 这个交替 在风向纪元和土向纪元的交替 很重要的 就是影响着我们身边的大环境 所以今年叔叔的小伙伴们 真的不容易 特别特别 如果你本来就叔叔 然后你连助 你日住的天干还是耕 就是今年本来是耕子连 所以的话 如果你母型还是属耕金的小伙伴 今年就更不容易了 那种日住的太岁值 日住的天干值太岁 真的哇压力巨大 今年的话 你家里就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刚才我说本年 其实说了很久了 就今年你可以看一下 家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明年怎么样 就2020新丑连 明年的话是流连 丑 子丑和 所以的话 连助上面被和 那么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说的 连助它代表的是 国家 祖拜 父亲 以及考虑 所以在子丑和 和还是一个比较温和 比较好的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 就它有这么一个和的引动 也就是这一块以上说到的那些部分 都可能有变化 那么而且这种变化是比较温和 比较平缓的 那么它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呢 实际上要看你 就是你还是要回到喜用神的角度 就我们真的 我真的很不喜欢通过 只是通过 比如说 你这个冲 你这个有和 和就是好的 冲就是不好的 不能这样子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五行的喜迹 就是看土元素 因为丑是土元素嘛 丑和水元素 你是属属的 书是子是水 然后这两个元素 哪一个是你的喜神 哪一个是你的忌神 那么如果你的八字 八字是喜土的 然后明年又是你的喜神来和掉 你的来喜神来和 那么明年就非常好 就对于考试是很有利的 然后如果你准备出国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年份哦 然后你的易满月的话 就刚才说到 明年你的易满月是二月份 然后桃花月是九月份 红蓝天喜月是三月和九月 这个记住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生肖鼠流的我们 就其实那明年 你就是要进本命年的嘛 但是说实话 明年这个本命年 相对于今年 很好啦 今年叔叔的小伙伴们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也知足了 然后明年的话 就刚才我说到的 就是严助代表的部分 特别是父母的身体健康要注意 所以的话 如果你鼠流的话 现在就可以给爸妈定下一个 就是身体检查的那么一个计划了 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 因为 首先第一 我们还是要回到喜用神这一块来看 但是实际上 无论喜剂 举一导他这种直太岁 这种重合的 就你是 就是某丑脸出生 然后明年到了新丑脸 就不管这个丑是你的 喜神还是用神 你都感觉都不是那么好受的 它都会有波折 所以如果你有出国家考试 这一类的计划 反正明年真的要好好的准备一下 它不一定能那么的顺利 然后你们的立马月的话 是明年的十一月 然后桃花月的话是六月 红蓝天喜月是二月和阿月 记住了没有 然后呢 就是生肖鼠虎的小伙伴 生肖鼠虎的小伙伴 明年对于你们来说 相对还是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不要忘了 反正你本命年 反正你后年要进本命年 所以明年稍微准备一下 为后年做好准备吧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呢 是明年丑是赢到红蓝 所以你们明年家里面 可能有喜事哦 特别是如果你本身 就在准备婚礼 或者是怀孕的小伙伴 然后明年真的要抓住哦 就红蓝的脸份 真的也是一个 与其说她是婚神行动 不如说是胎神行动 所以而且又特别特别是 那几个有水的月份的时候 真的要抓住 因为女生怀孕真的还是 有水的时候会比较好 特别是对于那种 五行本来就缺水的女生 那么到了那几个 有水的月份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也就是有水的月份 明年应该是 四月五月十一月 还有十二月 这几个月就 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没有准备结婚 也没有准备怀孕 还是单身 不要忘了我最开始说的 红蓝 净红蓝的时候 也是震桃花可能出现的几率 会比较大的时候 所以要好好地把握呀 然后 那么明年你们的属虎的小伙伴 你们的一满月是八月 然后桃花月呢 是三月份 红蓝天喜月是七月 以及2022年的一月 然后就是生肖属兔的小伙伴 其实生肖属兔的小伙伴 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的桃花特别旺呢 其实今年就是你们的桃花年 而且 不仅是桃花年 而且紫牌是 紫牌是毛的红蓝 也就是还是红蓝的年份 今年出现的桃花 可能是正桃花哟 然后 特别特别是刚刚过去的 这个12月份 因为12月份又是紫月 其实现在也还在 今天多少号 就刚刚过去 就刚刚紫月结束 那么你想想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面 你这边是不是有认识新的人呢 桃花是不是很好呢 那么明年呢 明年相对你们来说 也是比较缓和的一点 当然这个也只是 针对你们的年注上面来说 就没有太大的引动 但是整体的来看 那么还是要综合你全盘的情况 明年对于你们来说 一马月是五月份 然后桃花月呢 是12月 也是就是 然后红蓝天喜月 应该是6月和12月的时候 12月真的是一个好月份呢 就属兔的小伙伴 真的要抓紧 抓住每年的12月 那个月份都是你们桃花 加红蓝来的时候 就是属龙的小伙伴 属龙的小伙伴 你们今年有没有感受到 很强大的水的力量呢 特别是就是 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 你的年注会喝一个 很大的水渠出来 那个时候家里面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特别是如果你的盘里面 本身还有生 有生的话 应该是出生在 就是8月份 历秋之后那段时间 或者是日子 这个不能好确定 就还是要排盘才知道 或者时间是出生在下午 三到五点这个时间段的人 那么你们的盘里面 今年就会合一个很大的水局 当然水对你们的影响 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个要看你们的综合全盘来定 但是比如说 如果你本来就有生子成的话 那么2020年的 就4月份 8月份 还有12月 这几个月份 都是可能家里面 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你就有一些 出国考试的机会的时候 明年属龙的小伙伴 其实也是相对来说还好的 虽然是成丑是相破的 不过 其实我平时在看盘的时候 看这种 我觉得破的这个力量 还是相对比较弱一点 但是还是 就父母的身体这一块 还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 然后就是你的一满月的话 应该是2月份 桃花月是9月 红蓝天喜月应该是5月和11月 我们属蛇的小伙伴呢 明年你们的运势 是比较两极化的 就是如果你的五行是洗金的 那么你明年相对是不错的 那因为明年金的力量是很强的 就心酬连马 心是金 丑是土 土生金这么一个结构 那如果那么 今年 那而且四丑 如果他们碰上了有 不管是你圆盘有有 还是 就明年也会有有月有日的嘛 那么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金局出来 所以的话 如果你洗金明年还真的很不错 就家里也容易有好事发生 然后如果有准备出国的打算的话 那明年也是相对会顺利的一年 特别是9月份的时候 那个有月 那如果 金是你的继神的话 那么明年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了 同样特别要注意一下9月份 然后属蛇的小伙伴 你们明年的一马月呢 是11月 然后桃花月是6月份 红蓝天喜月的话 应该是4月和10月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今年真的是最惨最惨的一群人 也就是属马的小伙伴 今年属马的小伙伴我真的同情你们 就 属马的话就连之是5 子5冲 这个真的是 8字6冲里面可能是可以说是力量最大的一个冲动 而且就特别是对于如果水对你来说还是继神的话 那么今年真的是家里面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就很多考试啊什么的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甚至还有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 今年有没有感觉头很痛啊 就真的是今年属马的小伙伴真的特别不容易 就算水对你来说是洗神也没有好 你也感觉不好的 所以 就是真的属马的小伙伴今年就 真的很难受 所以 终于这年份要过去了 下面就 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几丑月了 几丑月还好啦 子丑和会把你那个子给 今年流年的子给合走 已经很好了 然后 然后明年呢 都过了今年了 明年还怕什么 明年怎么都比今年好 就是它的 你的压力不会消失 但是真的会比今年会好很多很多 然后明年的话 你的一马月是八月份 然后桃花月的话应该是三月份 红蓝天喜月是三月和九月 就是生肖属羊的小伙伴 就生肖属羊的小伙伴 就是如果咱们2021年疫情有好转的话 今年真的很适合你们出国呢 就给自己安排一场出国的旅行 然后今年的身体方面的话 你的肠胃这一块要注意了 然后也包括就是头部的问题 也很容易有一些头疼的问题 那当然会比比上面说到的 属马的小伙伴 他们今年的感觉还是要好很多的 然后 所以的话 而且因为丑位 明年是丑怜 丑位是冲的嘛 所以前面已经说到的 连助代表的祖辈父亲的公位 然后 所以他们的 就家里面 老人的身体健康这一块 也是要注意的 然后还有 明年如果你有考试 特别是那种 就是公民型的考试 比如说考公务员 或者考研 甚至高考 这些小伙伴 你们真的要做好 百分之两百的准备 因为这种冲的力量 实际上 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力量嘛 而且明年还再加上 文昌星是在画迹的 明年考试对你不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 明年的艺马月呢 是五月份 桃花月是十二月 然后 红蓝天喜月呢 是二月和八月 然后就到了 属猴的小伙伴 属猴的小伙伴 今年这个八大水的年份 对你来说 感觉怎么样呢 就 其实你们 今年的感觉 就跟那种 属蛇属鸡的小伙伴 明年的感觉 有点像比较的两极化 就 因为你本来是 属猴的 刚才我说的事 对吧 就 如果你本来是属猴 然后今年碰上了紫脸 那么 如果你的圆盘还有沉 或者就算你没有沉 那么 今年的四月份 就2020年四月份的时候 它也会生紫沉 也会汇一个水局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就看水 这个元素对你有什么影响 如果水是你的洗神 那还好 那么如果水是你的寄神的话 那四月份的时候 家里面可能有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然后明年的话 明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而且明年 但是明年比较好的 对你们是天喜心动的一年 就家里面可能天喜 这个真的就是天丁喜事 然后 这个 当然这个事情对于 被孕的女生来说 有这几个月份注意了 就四月 五月 十一和十二月份 还有下一年的一月 如果你属猴又有 备孕计划的话 这几个月要抓紧哦 然后明年属猴的 你们的一马月的话 是二月份 桃花月是九月 然后红乱天喜月是七月 以及二零二二年的一月 然后就是生肖暑极的小伙伴 其实刚才已经预告过了 就是你们真的是有一点两极化 就看你们 金这个元素对于你们来说 是洗神还是祭神 那么如果就 就有的 如果你是洗神的话 真的明年是一个很好的一年 明年的金爆多的 那如果你是祭神 那就要有一点小心了 就好的是呢 就特别是如果你 如果你洗金 然后你的八字里面 本身还有四 也就是身在五月份 就是立下刚刚过去的 那一段时间 或者是身于四日 或者是上午十九到十一点 这四十嘛 这个时候 那么明年你就会 和一个很大的金局出来 所以的话 对于你们 如果还洗金 那明年就非常的好 那么 那么特别是明年的五月 九月 以及二零二二年的一月 这几个月 你们都要好好的把握 然后 如果你不是 就八字圆盘里面 没有四的话 那么五月份 也是你们的一个机会 其有要好好的把握 那么如果 金是你的祭神 那么明年 就要特别要注意一下了 特别是在 刚才我说到的 连柱代表的这一块 这个板块里面 都是你们需要关注的 一个重点 特别是五月份的时候 那要小心一点哦 然后就是属狗的小伙伴 刚刚说到属狗 我忘了 我们刚刚说属羊的时候 应该还在说一点的 因为明年是丑莲 丑未序 未是羊 虚是狗 丑未序有一个三型 所以如果你属羊 或者属狗的话 在明年的某个月 某月份 如果属羊的话 你就会在续月 那么也就是续月的话 应该是十月份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个丑未序的三型 如果你是属狗的话 那么你会在未月 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 遇到这个三型 那么在这两个月 相对于你生肖的同学 其实最好就是 还是宅在家里 就不要太多的安排旅游计划 或者是不要有太多的 就是就不要 最好不要做一些 高危险性的活动 那个还是会有一点 安全上的问题 要小心一点 然后如果你的盘里面 本身有胃和蓄 这两个盘的两个元素的话 明年一整年 都要稍微小心一点哦 就世界那么大 也不一定 非要在明年去看看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还是我们安全第一 然后你们明年的 一马月呢 是八月份 然后桃花月是三月 红暖天喜月的话 是五月和十一月 然后就到了 最后一个了 就是属猪的小伙伴 属猪的小伙伴 你们明年的运势 同样也是很分化的 因为害丑 如果加个子的话 就有害子丑的水聚 所以重点就 这个分化的点 就在于这个水 对你来说是洗神 还是祭神 就是如果你是洗神 你是洗水的 然后你八字里面 本身又有子 那么明年对你来说 其实是相对不错的一年 而且明年本来 筋很强嘛 筋很强的时候 水也挺好的 如果水是你的祭神的话 那么就特别 十二月份就要小心了 那如果你八字里面 本身还有个子 水还是你的祭神 那么明年 你还是猥琐发育 一点比较好 然后你们的 一马月呢 是五月份 然后桃花月是十二月 然后红暖天喜月 是四月份和十月份 然后记住了吗 然后所有的十二生肖都说完了 其实今天说的很长 很多话都是犯来复去 犯来复去 怎么说 因为真的 生肖这个东西 属相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他看的真的只是 就他就代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连柱嘛 连柱他就是代表 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祖辈 然后我们的就出国运啊 或者一些考公民啊 公民的运势 他就代表这么一部分 其他的东西 他也代表不了啊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 对于命理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 哎我们有八个字嘛 命盘里面 原盘就有八个字 那可以看一下 当某一个字重复的时候 就都你都对比一下 那这一块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哪一个字 对我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呢 大家都可以这种 持续的关注一下 就现在我们年轻人学命理 我还是建议大家 用一个更加 更加辨证的方法 来看待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 哎别人说什么都是什么 我们更多的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中 去不断的观察和总结 OK 今天就这样子 然后新的一年 2021年也开始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刚刚有位的伙伴 刚才的那个特别来宾也请出来 哎呀 好 2021年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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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